小王子快来 这是你的远房表弟布丁 你们还没见过呢 他爸爸妈妈出差货了 我们现在是他唯一的亲人了 以后他就住咱家 你可不能欺负他 哥哥好 表弟 我一直都想要个弟弟 放心吧 我肯定不会欺负弟弟的 布丁 走 带你去玩 好 来 布丁 这是给你买的零食 谢谢 谢谢小姨 妈妈妈妈妈 我的闹 哦 我忘了 没事 下次妈妈给你买 哦 好吧 小姨 我想要哥哥的迪家手办 好呀 你现在在这坐一会儿好吗 我去给你拿 嗯嗯 好 谢谢小姨 妈妈 你看到我迪家手办了吗 哦 表弟想要玩 我就给他了 你给他就给他 那你要跟我说一下呀 而且 而且那是新链办的呀 这孩子 喂 你干嘛 我的奥特曼手办 都被你弄坏了 小王子 你干什么欺负弟弟啊 他把我的手办弄坏了 你不说弟弟啊 弟弟还小 你就让着他嘛 手办坏了买不就可以了 快和弟弟道歉 哇 你 你们 你就是弟弟的错 布丁 不要和哥哥计调哈 那他就这样 布丁 你在干什么 为什么要打花瓶 这是怎么回事 小王子 你又欺负弟弟干嘛 什么就 呦 我什么时候欺负过他呀 还说没有 你看这地上的花瓶 说 是不是你干的 不是我干的 是布丁摔的 你还别问弟弟 你看他哭成什么样子了 肯定是你欺负了他 现在 你马上给我回房机写作业去 没有写完 不准下来 都说了不是我干的 丑妈妈 我再也不要理你了 哎 小王子你去拿 真是的 布丁 你别学哥哥 他平时不这样的 啊 哥哥 我 我 呵呵呵 布丁 你怎么又哭了 都怪我 其实花瓶是我打碎的 我弄坏哥哥玩具 打碎花瓶 就是想引起你们注意 想让你们关心我 我爸爸妈妈 都没有关心过我 就离开我了 来到这里 小鱼对我很好 哥哥也很让着我 我没想把哥哥气走 原来是这样吗 布丁 以后不能这样了 来到这个家 我害怕你们不关心我 所以我就搞破坏 我说了 没事 布丁 以后我和你哥哥 都会关心你的 那 那我们一起去 把哥哥找回来吧 好 为什么布丁来了之后 妈妈就不相信我了 还把我最喜欢的手帮 给了布丁 他肯定是不喜欢我了 小王子 原来你在这里 妈妈 哼 我才不理你 对不起 小王子 是妈妈错怪你了 妈妈不应该 忽视你的感受 哼 对不起 小王子哥哥 提示我 原来 你只想让我们关心你啊 好吧 我原谅你了 哥哥妈妈 你必须给我买个新的手办 好 不仅给你买个新的迪迦 再给你买个赛罗的好不好 真的吗 好哎 我认为你买个赛罗的 我认为你买个赛罗的 我认为你买个赛罗的